簡直就是矯情 宮廷志這一句經典台詞 再熟悉不過 但是看句過癮 小型現實生活中脫口而出 代價可不小 我覺得很合理 如果要在公開場合做這種事情 那就有可能會這樣子 因為如果是比陌生人 那真的滿誇張的 對啊 有點侮辱人的感覺 高雄有名男子不滿木材工廠 噪音擾人多次抗議發洩情緒 沒想到卻被作業員 比中止收入份額求償 獲八十萬元精神未斧金 不過最後地院省酌僅判賠五千元 白X吧 然後 那個幹差點 白X吧 白XX鬼 都好誇張 我覺得都很誇張 就常聽到啊 價錢都好高 罵人發洩情緒可要小心 有些用詞還是法院認證 像是更年期到樓 涉嫌公然侮辱判賠兩千元 而罵人米蟲則要賠六千元 還有其他不雅字眼萬元起跳 最貴的就是這一句 涉嫌加重誹謗罪判賠一百萬元 公然侮辱基本上能夠請求的損害賠償 一定是精神未斧金 那精神未斧金的話 以目前實務如果要求到八十萬 事實上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對方是長期的騷擾 已經達到侵害權利的話 其實被害人這一方啊 可以先收集證據 必要的時候 可能會有提出妨害自由 等之類的犯罪行為的高速 現在已經不是一字千金 恐怕還會請家蕩產 千萬小心發言要三思 不要跟荷包過不去 華語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